在金融市长当选的谢国梁 层次邀请下 原本已经安排好行程的金融市长 牛昌12月20号表示 将出席今年的跨年晚会 与谢国梁合体 陪金融市民一起迎接2023年 本来我是因为家里有行程 不过我也把它排开 我非常乐意的接受我们谢市长的邀请 来出席今年的跨年晚会 牛昌也邀请谢国梁参加 12月24号晚上 将在海洋广场举行的耶诞晚会 希望借此立下典范 展现金融团结和谐 向前进步的精神 我们金融市每年都会举办 圣诞夜的一个晚会 所以我也邀请我们新任的谢国梁市长 在当天的圣诞晚会 跟我一起来出席 我想我们金融市也立下一个典范 也就是新就任的一个市长 在交接是一个非常的平顺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呈现给我们市民 就是金融市是一个团结和谐 然后向前继续进步迈进的一个 一个大家可以 这个觉得很棒的一个城市 对此谢国梁很开心 林又昌同意参加跨年晚会 他也会出席12月24号晚上的耶诞晚会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打造快乐有爱的城市生活 很开心林又昌林市长 在我们今年的跨年晚会 他可以跟国梁这边 一起共同来参加 给市民朋友更多的祝福 那非常感谢林市长 能够播空参加我们的跨年晚会 那另外林市长也有邀请我 参加12月24号的一个圣诞 相关的活动 平安夜的活动 那这个我也一定会参加 那也感谢林市长的邀请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